随着中国北方进入供暖季,煤炭紧缺、煤价偏高、电力吃紧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。 作为能源生产大省和外送保障基地,山西扛起了全国能源供应保障大旗。 在年初签订的3.8亿吨煤炭中长期合同基础上,9月29日,与河北、山东、天津等14个省区市补迁四季度煤炭中长期合同5300万吨。 近日,记者走访大同、硕州等煤炭主产区,了解煤炭增产保供等情况。 在山西省硕州市安太保露天煤矿现场,20多辆大卡车排队等候将刚采出的煤炭运走。 接受保供任务之后,我们增加了一部分车辆,只要保车子又有煤,我们不打拉走,让那个又有煤就拉走,就要增加我们的发油量。 这种繁忙成为山西煤炭和运输企业的常态。 为了增产保供,平硕集团既能控制。